下一個要介紹的叫做糖類 糖類就是碳氫氧 而它的氫跟氧的比例跟水一樣 兩個氫加一個氧 所以它叫做碳水化合物 糖類叫做碳水化合物 因為它裡面的氫氧的比例跟水一樣 水一樣 然後呢 這個應該在生物環裡面教過什麼 單糖、多糖跟雙糖 有沒有 這個在生物環裡面教過 單糖就是葡萄糖 雙糖像蔗糖 多糖像澱粉跟纖維素 澱粉跟纖維素 這叫做糖類 OK 那我們最後要變成單糖 我們才會吸收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把這些多糖 消化變成單糖 這應該是在生物環教的時候學過的 那我們要在唾液或者酸當中 催化 然後變成葡萄糖 然後我們才會吸收 我們才會吸收 那麼那些應該在生物或劍教學過 你就這邊念一念就好 國中的理話就帶過去說它要變成 它要變成那個單糖 葡萄糖 然後後面有一個東西要背 等一下再告訴你 然後呢 糖類人類主食 除非你是愛吃肌膜人 除非你是愛吃肌膜人沒有辦法 否則不管你是吃麵包吃米飯吃麵條吃馬鈴薯 你都要吸收誰 你都要吸收糖類 澱粉糖類 所以糖類是人類的主食 就靠植物形光額作用 然後提供能量 然後每功課四大卡四千卡 這也是以前就教過的 偶爾會有人在考理話的時候出題目 請你去算 我吃了這麼多的東東產生多少的熱量 偶爾會有人問 你就調請 背一下就可以了 OK 好 那麼這個是以前古時候就教過的 生物老師教過 理話老師再教一遍再考一遍 澱粉遇到典液會成深藍色藍黑色 他要碰的是典 典液是典融與典化鉀 所以有典 也可以用典酒 典酒是典融與酒精 所以也有典都可以 但不可以用典化鉀 水溶液 典化鉀水溫裡面是典離子 不是典 所以他不會有作用 要有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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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液可以 典酒可以 典化鉀水溶液不可以 請你再背一遍 我們再考一遍 除了一個澱粉之外 我們還學過誰啊 以前還學過誰 葡萄糖 記得嗎 葡萄糖 好 葡萄糖 他是遇到粉 事意會成綠到黃 他有人會寫到紅 紅成黃綠 月偏紅 表示他的葡萄糖的量會越多 所以有人會寫到紅色 有關系 就是紅成黃綠 月偏紅表示葡萄糖越多 這兩個古時候的生物課本都教過了 再配一遍 李化克再考一遍 如何檢驗澱粉 如何檢驗葡萄糖 再考一次 好 記好 那麼澱粉跟纖維素都是由葡萄糖構成的聚合物 但是呢 他的這兩個葡萄糖的長相不一樣 這兩個葡萄糖的長相不一樣 一個長這樣 一個長這樣 長相不一樣 所以性質不一樣 所以人類可以消化澱粉 但人類無法消化纖維素 人類無法消化纖維素 我小兒子女兒小時候 就非常明顯 因為你們長大了會嚼東西 會嚼爛 嚼爛就看不出來 他們很小的時候 不怕會嚼 那個金針菇啊 吃下去 一條吃下去 一條拉出來 整條 就在那邊 沒有消化 因為人類無法消化纖維素 對 怎麼吃怎麼拉 怎麼吃怎麼怎麼拉 那因為你會腳化 腳在你身體看不出來 下次你就吃一個 不要腳下去 看你會拉進到金針菇水 所以 人類無法消化纖維素 因為他的葡萄糖長相不一樣 那你知道就可以了 OK 好 那個長相問題是 高中以後才會學 國中就不要理他 文中就不要理他 然後這邊有一個 水解的過程 澱粉 然後呢 先變成糊金 就是那個稍微拆斷 然後稍微狗狗一團 然後呢 會變成麥芽糖 最後變成葡萄糖 人類可以吸收 然後有書上告訴你 飯在嘴巴中咀嚼到一段時間會有甜味 有人就問你那個甜味是誰 這個甜味是麥芽糖 還沒有到達葡萄糖的地步 直到麥芽糖 這講師會問你的 我們的米飯在口中咀嚼 會感覺到有甜味 我們那個甜味是什麼 東東那個甜味是麥芽糖 麥芽糖 北一下麥芽糖 整個水解的過程稍微欣賞一下 看一下 最後的結果是變成葡萄糖 這就是所謂的糖類 有一個重點 它叫做碳水化合物 它裡面 氫跟氧的比例跟水一樣 這是一個重點要記住的 要記得要記住的 然後這個麥芽糖 也是會有人考試會問的 你要把它記下來就可以了 OK嗎 OK